武汉肺炎有解药了吗 今天是2月5号 2020年的2月5号 下午的1点55分 那武汉肺炎有解药了吗 好 这个是我在Google搜寻的几个字 然后目前发现有几种方式 可以治愈武汉肺炎 其中呢 可能有一种方式是真的确实有效的 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中 首先呢 搜寻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武汉肺炎出现解药了 泰国卫生部2月2日召开 在记者会宣布 该国两名医师合并使用 抗流感和艾滋病的药物 治疗一名出现5万肺炎严重症状的 入籍女性 结果成功发挥效用 该名女性服药仅仅48小时 病情明显好转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他讲的 抗流感和艾滋病的药物 第二个呢 我看到的是 泰国医师鸡尾酒疗法 结合流感艾滋 这个 这个新闻 鸡尾酒疗法 结合流感艾滋药物 病患48小时好转 这个看了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鸡尾酒疗法 这边想说 患者12小时后 急好转 曼谷医院的医师 克令萨 在记者会上表示 医疗团队将抗流感药物 艾滋药物 托利纳尾 混合使用在一名 武汉肺炎重症病患的身上 患者的身体在12小时后 便开始好转 体力也大为恢复 有力气在病床上坐起身 而在服药之前 这名病患确诊已有10日 病情却毫无恢复迹象 不用48小时后 该名71岁的中国籍女病患的检验结果 更以从阳性转为阴性 就是好转了 所以他讲的鸡尾酒疗法 其实也是抗流感药物 和艾滋药物 和利托纳韦 混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叫做鸡尾酒 我是不太懂 第三个我看到的是 Ebola病毒的药物治疗 Ramdesivir 是这样念的 应该没有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Ramdesivir是什么东西 Ebola病毒药物Ramdesivir 与中国启动新型肺炎三期的试验 这个是在2月4号 也就是昨天的新闻 美国时间3号 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宣布 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实验性药物Ramdesivir 通过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CDE的申请 将在中国进行三期人体试验 周一消息一出 盘前交易一度飙升13% Ramdesivir 虽未被任何药物监管机构批准 但据彭博社报导 该药被用来治疗中国首位冠状病毒患者 其肺炎症状在服用药物一天后病情好转 除间接性肝壳和鼻漏外 也停止氧气补充 相关研究也于上周发表在NEJM的期刊上 显示Ramdesivir 可能成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治疗药物 据了解 该临床研究主持人为中日友好医院教授曹斌 试验于2020年2月3号开始 2020年4月27号结束 该试验为临床三期试验 招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轻中度患者 270名 进行随机装盲安慰剂对照的多中心研究 是Giolid在2013年投入西非伊波拉病毒大流行的新药 不过因为在临床实验中展现的疗效 逊于其他对照药物 因此暂时受挫告终 作为一种NUC抑制剂 其在2018年发布的早期阶段实验数据 展现抑制属肝炎冠状病毒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的效果 且未刺激出巨耐药性病毒株 到目前为止 许多大厂都投入新型冠状病毒的研发 疫苗的开发 Giolid并非第一个宣布投入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的生计公司 艾伯维的艾滋病药物 也有望进入临床试验 其他如什么什么什么等 投入疫苗等治疗方式的生计公司 这还在早期研发阶段 这个就是Landesvir 有点难念 然后这篇里面是讲说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 又成为武汉肺炎 疫情蔓延于20国 全球目前累计确诊病例破1万人 医学界也极力研究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法 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一款曾投入伊波拉病毒临床试验的药物 瑞德西韦就是Landesvir 治疗美国首例确诊病患被视了武汉肺炎病毒的潜力解药 美国1月21号确诊一名35岁 于1月25日从武汉返回华盛顿西雅图的男子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著名医学期刊 31日公布美国首例确诊病患的医疗报告 我们直接看这边 发病第九日后出现典型肺炎的症状 检测过后CDC1212确认证明患者的简体为阳性反应 患者入院后持续有肝壳症状 以及两天感到恶心呕吐 但是生命迹象都在正常的范围 也没有呼吸急触或是胸部疼痛的症状 院方给予生理食言水汗欧丹西挫 缓解恶心的状况 直到患者住院第五天发病的第九天 接受第二次X光检查的时候 发现左肺下液有着肺炎的症状 患者住院第五天 血氧饱和度以低于正常区间95%到100% 降到90%以下 有呼吸困难症状 入院第六天开始后 患者接受第四次的胸部X光检查 发现两片肺炎都出现浑浊的阴影 与非典型肺炎状况一致 而听诊的呼吸声音也整断出异常 医疗团队也决定给予输送氧气 患者发烧现象持续 多个部位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阳性反应 阳性反应就是有冠状病毒的症状 因为患者的病情恶化 医疗团队决定给予较温和的用药 在病患住院第七天的晚上 使用静脉注射瑞德西韦 就是Randesphere 住院的第八天发病的第十二天 患者的临床状况有所改善并停止的输送氧气 它的吸氧浓度提高到94%到96% 先前的双侧下肺液异常的呼吸音也消失了 患者食欲得到改善 除了偶尤干壳和流皮水之外 没有其他的症状 截至2020年1月30号 患者仍住院除咳嗽外 所有症状均已缓解 所以这是1月30号的事情 症状就已经缓解了 那现在是2月5号了 所以这已经是6天前的事情了 报告指出该病症最初表现为 轻度咳嗽和低度间歇性发烧 在患病的第四天 没有胸部X光检查的肺炎迹象 而在发病第九天发展了肺炎 在临床上 武汉病毒肺炎感染的临床过程 可能与许多其他常见传染病 没有明显的区别 尤其是在冬季的呼吸道病毒的季节 那我们看刚刚的 抗流感加艾滋药物有效的这篇新闻 它是讲说2月2号宣布的 所以这个Randesphere 是在1月30号就已经证实是有效的 只是说它的临床病例 只有1例而已 但是因为它1月30号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距离现在是算比较早 实验成功的案例 而且在这边已经讲说 在中共启动了三期的试验 所以很可能 伊波拉病毒的药物 Randesphere 很可能就是武汉肺炎的新型解药 我们来拭目以待看看吧 希望这个解药如果成功的话 可以快速的抑制这个疫情的扩散 那我们全世界的恐慌也可以解除